最近,美国拉马克资源公司在布鲁克煤矿发现大量稀土元素 此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稀土是这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 广泛应用于军工、化工、农业、电子产品等各个领域 美国这一发现引发了对其可能挑战中国稀土全球领导地位的讨论 然而,这一切真的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吗? 一、美国能否挑战中国在稀土领域的领导地位? 布鲁克煤矿大量稀土的发现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一次战略突破 不过,要挑战中国在全球稀土行业的领先地位 美国还需要更多的实力 中国的稀土储量高达4400万吨 远超美国此次发现的稀土资源 此外,稀土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不可再生的资源属性 更重要的是全产业链的完整布局 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稀土储量 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提供全部17种稀土金属的国家 特别是在重稀土领域 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上的优势 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上的优势无可争辩 中国从资源提取到分离成化 再到材料制备 再到终端应用和回收利用 技术先进 属于领先地位 尽管美国在煤矿中发现了新的稀土资源 但美国在稀土产业链的整体布局和技术上仍难以与中国竞争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稀土霸主地位无法轻易动摇 三、中国的稀土优势如何 从起来看 虽然美国在煤矿发现了新的稀土资源 但考虑到中国在稀土储量和产业链布局方面的优势 中国在全球稀土行业的领先地位依然稳固 稀土不仅是一种资源 更是一种技术 一种能力 一种战略 中国稀土产业在整体布局和技术应用方面的优势 使其在全球稀土产业中占据局足轻重的地位 无论是在稀土的开采上 还是在其后续加工利用上 中国都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体系和技术 这使得中国在全球稀土行业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四、未来的稀土战略 美国的新发现无疑提供了更多的稀土资源 但要挑战中国的稀土霸主地位 还需要在产业链布局和技术应用上取得更多突破 未来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都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 才能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这一宝贵资源 同时还要考虑环境因素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 稀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通力合作 在此次全球稀土战略博弈中 美国的新发现无疑增加了其在全球稀土供应中的话语权 然而要挑战中国的稀土霸主地位 不仅需要资源 还需要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和高端技术 面对未来 我们拭目以待 谁能在稀土战略长期保持领先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